你现在听的是元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绿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顺色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资源 健康之存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收听元网台的《自然疗发与你》 我是Dian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发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 Hello Diana 你好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相信大家身边的人很多时候会有癌症 困扰很多人 现在网上越来越多一些资料 去分享一些经历 我们今天就会和大家分享一篇 美国顶尖医生 讲癌症的 原来这篇文章是由这位从医15年 他自己是技术 他说我常常都想反复地说给病人听这个事实 但其实很多人都不想听 也有些人听到也不想相信 他说我们同胞可能真的要清醒了 他说说得白点 癌症治疗其实是一种赚钱的手段 是一种创收的创收的产业 根本是一种一个business 他说据估计 癌症治疗每年在全球是赚了6000亿美元 其中单单在美国 就已经赚了1200亿美元 好了 他说了 那什么叫做成功医癌呢 根据美国癌症协会和美国大学的总流科 和血液学比的答案 他说 凡是经过治疗 能够多活了5年的癌症患者 都可以叫做成功抗癌的例子 但大家都知道 其实很多癌症病人不接受任何的治疗 可能都可以捱到7年到10年 当然这些是医生里面的自己资料 是医学的杂志自己说的 或者不是一般病人拿得到这些治疗 其实这些治疗根本是 在医学杂志说的治疗 很多病人不接受任何的治疗 都可以捱到7年到10年 好了 还有根据他的统计 他说用一些叫做替代医疗 其实替代医疗 英文叫做alternative medicine 其实就是说传统西医以外的 所用的对抗性医疗 准确一点叫做对抗性医疗以外的 开刀、化疗、电疗的方法 他说这些替代医疗 其实都是说治疗、另类医疗 那个治愈癌症的基率 比传统治疗 其实对抗性治疗 不应该说传统 传统治疗叫做traditional medicine 中医是传统医疗 和我们的疗法是传统医疗 西医其实是一种叫做对抗性医疗 他说比较治疗的治疗是高10倍的 我们听说是治疗的 其次还要记住一件事 流肿只不过是一个症状 它不是引起癌症的罪灰祸首 当你幻想癌症 当你抗癌受到的症状 其实这些问题的指挫 同者都是所谓科学 全部都是说科学科学 其实解灵还需是灵人 不要瞒顺科学 他说原来他自己 正在跟癌症进行第三次恶战 他说癌症发疗的时候 他没有接受任何的化疗 帮癌或者手术 白血病 非霍金期的淋巴癌 这个叫做 Non-Hodgkin's Lymphoma 他自己都捱过了 他说现在我大脑又长了一个 叫做胶质的细胞癌 即是Glioma 胶质细胞瘤 医学上认为这种肿瘤 是脑内不能够医治的 五个月之前 医生诊断我 就被我判了死刑 其实我还有大概十个月 在抗癌期间 他就用中药 用大量维他命C 接受心咎 脊椎按摩 脊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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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势疗化 即是同类疗化 尝试不同的善食的营养配搭 他说 虽然初初的时候 病情是好像恶化了的 男的细胞是迅速转移到 它的淋巴结 肺 和骨头那方面 但到这个问题 其实到今时今日 这个星期 我很高兴告诉你 我淋巴系统 和骨头内的癌细胞 完全消失尽 之前肺里面有六个肿瘤 现在只剩下两个 腦里面的肿瘤 也缩小了很多 他说 我从来 从来都没有接受过 他的所谓 化疗、帮疗 和手术的治疗 因为这是一个自己的誓意 好了 他说 很多有趣的资料 一般人是拿不到的 除非你的医生 原来他说 每年有成一千多个主诊的 癌症医生 自己被诊断出有癌症 这些癌科的主诊医生 自己有癌症 但是不到10%的人 是会选择 他给病人进行那套治疗方法 当他自己有癌症的时候 每年是一千个癌症 癌科的医生 自己出现癌症 但是 不会多过10%的人 他们叫病人用的方法 这是一个赤裸裸的事实 他说 还有 他说 不会多过25% 癌科的医生 会被自己的小孩 中疫苗注射打针 因为疫苗注射 导致的出死 和各种副作用的风险 远远比患病本身的风险 过得多了 这个不是骗你 这是事实 记住 这篇文章是一位西医 他说 医学关乎 其实是金钱 不是关于健康 很不幸 他骗了很多人 特别是老人家 伤残人士 和窮人 他们糊里糊涂 就走了一个圈套 一早就送掉了自己的生命 但同时 有钱人怎么做呢 有钱的8万富佣 他坐私家飞机去哪里 去欧洲 将大量的钱 去接受自然的疗法 而从而获得健康 好了 你说自然疗法 西医以外的替代医疗 是不是很正 他说 不是 当然不是 他说世界上没有一个 尽善尽美的情况 虽然是 但是自然疗法 推代医疗 是值得你一时的 除非你已经大限已至 就是要死 否则 你绝对不会因为 用了自然疗法的方法而死 话虽如说 如果你真的时间到 华台座世都没有办法帮你 所以 但是 至少 自然疗法 能够保证你生前 最后的生活质素 虽然 这些自然疗法的病人里面 最终也有很多难途疾病的魔爪 但是最少他们可以在尼流之際 和家人相聚 甚至乎能够认得出自己的家人 他不是像一些受化疗病人 骨瘦如柴 根本都不知道想像 他在生命最后那几天 连家人都分辨不出 我自己 很多年前 我也处理了很多癌症病人 其中有一次 有个癌症病人 家人打电话给我 他打电话的目的就是多谢我 他说 原来他多谢我什么呢 他说 多谢我照顾他爸爸 他爸爸虽然是刚刚过世的 但是他过世的时候 是很安长地过世的 他说 最后一个星期才需要进医院 但是整个过程 他是一个很清醒 头脑清醒 家人围着他 看着他过去的 那他说 为什么他觉得这么重要呢 因为原来他的家人 很多是护士的 他知道一般的癌症病是怎么死的 虽然我当时都救他爸爸不到 因为始终也不是我第一手 开始医治他的 他只是生气到没有医院才找回我 但是我也将他的性命延长成 好像都成半年一年 他很正常再生活回 最后他是很安长地过去的 他打电话给我 其实是多谢这一点的 好了 但是你知道 用一些所谓 现在的对抗性医疗 那些所谓传统的医疗 病人的晚期 比癌症是有难到 产不引导的 有时候你简直也不能相信 你面前的人 是你以前认识的 容光换发的距离 他们所承受的深深之痛 我们永远都没有体会 但是 带给他们一次一次的伤害 医生也一次一次摇头感慨 他说 真的情况不太乐观 我们还需要加强对你的放疗 放疗 即是放疗 放疗 放疗的力度 他说 这些罪恶性 在医生明明知道 这套把气 根本不能够起任何作用 仍然将你推在你身上 是一种万劫不复之地 他说 当我成为医师那一天 我对自己说 我对上帝正众宣誓 我一直以身浅行 我不会因为我行医而成名利就 加财 然后呼吁 我会拒绝和其他医生同流合污 虽扬一套一无是处的西医的对抗性疗法 我真的希望你继续看回这个资料 他说的是一个很出名的 叫做药博普普金医生 一种最新的资料 原来这位一位很出名的药博普普金医生 他说 第一 他是每个人的体内都有癌细胞 在常规的测试里面 这些癌细胞就不会被检验出来 直至到他生了一个几亿之后 即是足够的数量才能测试到 当一个医生说给病人 那个癌症病人 经过治疗 他们的身体完全没有癌细胞 其实这个只不过意味着 发现没有办法检出癌细胞 其实他的数目 不是多到达到可以检查到的程度 其实各人都有的 还有 在人的一生里面 癌细胞会出现六到十次不等 当一个人的免疫系统抵抗力强的时候 癌细胞就很快被杀死了 从而断绝了他的繁殖 形成肿瘤的可能性 但当一个人的癌症病人 通常也意味到他有营养不良的问题 也可能因为遗传的因素 也可能因为环境 饮食生活习惯等多因素 才出现癌症病人 但是要想摆决营养缺乏综合症的困扰 你一定要改变你饮食的结构 多吃些营养丰富的食物 一天四到五餐 都要添加一些增强免疫力的物质 要多吃些营养補充剂 在这个阶段 所谓化疗就是杀死体内 这些繁殖送出的癌细胞 但是与此同时 他也杀了很多骨髓 胃肠里面的 送出生长的健康的细胞 大家可以看到 很多癌症病人 都没有了胃口 因为整条腸 好的细胞都被他杀索 这严重影响了五重机能 他说 放疗在摧毁癌细胞的同时 也对健康的细胞 组织、器官造成了灼伤 疤痕等不同程度的损害 在化疗、放疗的初期 肿瘤在尺寸上面 是有缩小的趋势 但是治疗的效果 和治疗的时间 是不成比例的 放疗、化疗的时间 是眼眶着一天一天增加 而流肿仍然在身体里 是自欲妄围 这一节时间差不多 待会回来继续自然疗法御理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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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 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 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營养補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創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多 H E A L T H SHOP.COM.H K 欢迎回来愿望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美国顶尖医生谈癌症 有请袁医生继续跟我们分享 药汉霍普金关于硬性的讯息 当体内因为长期化疗、放疗 积聚了很多有毒物质的时候 免疫系统防御能力就会大大下降 甚至彻底崩溃 因此一小小的感染 或者小小的并发症 可以令到病人 患上癌症病人赔上性命 小小都不行了 还有长期的化疗和放疗 会试到癌的细胞对其产生了免疫 那时候要摧毁癌细胞 就更加难上加难 至于手术 我可以解释给你们听 手术有没有帮助呢 对不起 手术是令到癌细胞转移的 本来没事 一把刀一下去就会扩散的 好了 癌细胞的快速分裂和生长需要大量的能量 因此控制癌症病人的营养的摄入 也就是所谓饿死癌细胞 亦都是抗癌的有效方法 好了 接着他讲一讲 其实有些什么食物会助长癌细胞繁殖的食物 第一 糖 甜味剂这些糖精造的糖分替代物 对身体有害的 就是很多我们市面那些 所谓的代糖那类的 家里吃的用的盐都添加了某些化学物质才变得这么白色的 所以有些人用的海盐来佩戴替代物质更加好 有些看到我们有很多是法国的海盐 或者起码拉雅山的海盐 那些是很多的 你看上去就不是这么白的 有很多硬枯枯枯枯的 因为它有很多抗氧液的成分 第二种食物就是牛奶 牛奶能够促进体内的黏液分泌 尤其是促进胃肠内内的黏液分泌 而癌细胞是依赖生存的环境就是黏液 所以癌症病人要果断介绍喝牛奶的习惯 通常喝一些不恨糖分的豆浆 或者是米奶、杏仁奶等很多其他的饮品 来饿死癌细胞 不要给一些胃的癌细胞 癌细胞是其中有胃的癌细胞 糖也是其中一个的 癌细胞适而生长在酸性的环境 以肉食为主的饮食是倾向酸性的 所以最好的饮食结构是吃多些鱼 和配合一些肉类 例如鸡蛋 肉里面也有瓶有抗生素 生长激素 以及很多寄生虫 对身体有极顾面的影响 对癌症病人也不太好 即是说 尽量食物方面 都是小食肉类 当然要吃什么呢? 每餐80%都应该由新鲜的蔬菜 为果汁、存物、果实、堅果 以及适当的水果构成 这个可以令到身体 营造一个简性的环境 其他20%可以吃一些斗製的品 新鲜的蔬菜炸汁 可以提供给人家很容易吸收的活性的消化酵素 在短短15分钟之内 这些这样的酵素 可以直接去到细胞里面 从而滋养到细胞 促进健康细胞成长的作用 还要用多些活性的酵母来帮助身体 喝多些新鲜的蔬菜 大部分的蔬菜也可以 发芽豆也可以 当然炸汁 通常我们就这样说 红萝卜很重要 红萝卜汁、红菜头汁 通常都要小心避免高温 因为消化酵素在华氏108度 高温就会失去效力 所以尽量不要令温度提升 还有远离咖啡、茶、朱古力 这些咖啡因的量高的产品 因为含有抗盐物质的绿茶 反而就更加好的 就是喝绿茶 喝水方面 也都避免自来水里面致癌的物质 例如重金属 最好可以喝一些醇的水 或者过滤的水 但也不要喝蒸馏水 因为蒸馏水也是倾向酸性的 好 我知道肉类的蛋白质是很难消化 也需要很大量的消化物 未能够及时消化的肉类 就在腸里面的时间过场 就会腐烂、会腐臭 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威胁 肉类很容易在腸里腐烂 所以很多人吃肉的人 那些肺炎会比较臭 就是这个原因 好了 癌细胞壁 被一层厚厚的蛋白质包住 不吃或者少吃肉类 可以减少消化酵素的消耗 对不对 因为肉类需要很多酵素 这些食肉身体的酵素 都会使用去消化肉类 从而令到消化酵素 能够集中一些 攻击癌细胞的蛋白质的壁膜 在一个治癌的方法 是声称有93%成功率 就是Dr. Kelly那一套 Dr. Kelly自己是有胰臓癌而医好了 胰臓癌是西医来的 是百分之百死的 没有用Ewe好过的 那他就用他的方法 他的方法呢 重点是什么呢 就是吃那个消化膜 的胰臓 病毒胰臓癌 那他早期是用成40粒一天的 那这个方法呢 也都有Dr. Kelly在纽约 是继续采用这个方法 去处理很多很多癌症的病人 那所以呢 身体的酵素很重要 为什么心机饮食那么重要呢 因为心机饮食本身有足够酵素 也都不会消耗你身体的酵素 来作为的消化 好了 那么其他很多的 能够增加免疫能力的 那个食物补充剂 也都可以令到身体白血球 杀死的癌细胞 那其他简单的 就像维他命E 这些 其实现在已经很多很多很多 的了 OK 那些癌症是一种 考验人们的心灵肉体 精神的疾病来的 积极乐观的精神状态 会帮助战斗 男症最前线病人 存遇如归 相反 愤怒 无情 刻薄 会令身体进入一种高度紧张 和情愿酸性的环境 所以我们要学习如何去宽容 去学习如何去享受 在心境方面 就要用爱 宽恕的方法 排除这些很多负面的情绪 好了 癌细胞 不能够在有氧的环境生存 所以每天的适当的运动 深呼吸 也都令到更多的氧气有的细胞 养分疗法 也都一种 运用在抗癌的时候 一种很好的方法 伤氧水滴住是其中一种氧品的方法 臭氧的治疗 也都一种医癌的方法 当然有刚才所说的大氧的运动 纹氧不是大氧 是一路纹氧一路运动 好了 在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怎样要做呢 第一 尽量不要用尼波炉 尤其是不要将塑胶的容器 在微波里面加热 还有 还不要将塑胶的瓶 在冰箱里面的冷藏 原来都不行 那些塑胶的器皿 在冰箱里面 其实都不是那么好的 尽量不要将 有塑胶的保鲜膜 包了的食物 放入微波里面加热 这样 那其实呢 我的成为呢 尽量是 绝对不要用任何的微波炉 是 好了 那原来呢 这些这样的塑胶的器皿呢 就算在冷藏呢 或者在那个微波炉里面呢 都会产生一种叫做 尼恶 尼恶 即是Dioxide 现在大家已经很明白知道 尼恶 对我们身体健康的 背面影响是很大的 所以 起码呢 在这方面 尽量 不要再加热的油脂类食物 因为高温里面 油脂肪 塑胶 的三重作用之下 就是释放那个尼恶 尼恶 那个 那个速度呢 是很快就进入我们的食物呢 通过我们的食物呢 就吃了在细胞里面 OK 好了 那怎么办呢 那我用呢 就用一些玻璃器皿 加热用玻璃器皿 或者用Colinware 糖池那些 OK 用一些特别耐热的玻璃器皿 那么 陶池也很好 都可以耐热加温的 那 因为用玻璃器皿 就不会产生任何的尼恶 所以呢 简单来说 尽量都是这样 好了 有我们叫做TV dinner 是不是 就是那些快餐 那很多的拉麵 都应该就 快快快快换了 一些其他的器皿 就是他本身那些器皿 都有问题 好了 那还有些是 有些钢化的器皿 Colinware 这些全部都是一个 就是可以值得去参考 可以用的 那所以 在 在 在处理颜的方面 大家记住 塑膠的器皿 尽量少用 还有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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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波炉 是尽量没有用的 OK 是 明白了 那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一下这个电话 和原医生预约会请25773798 如果想重选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ro.com 多谢完医生今天分享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首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com.h